一年多以前发生的美国国会大厦受冲击事件 震惊事件 引发美国民众以及国际社会 对美式民主的普遍担忧和强烈质疑 这样的事件发生在美国就是未遂政变 这样的事件发生在其他国家 就是美丽风景线 颜色革命 这再次暴露了美国利用双标民主 大搞政治操弄的本质 我想强调的是 世界上没有高人一等的民主 将民主标签化 政治化 武器化 到头来只会损人害己 美方应该深刻反省自身的民主赤字 切实停止打着民主的幌子 在世界上制造动荡和分裂的错误言行 结束了